近日南京开发商被报艳照门,一位H系女子在自己的博客上不断贴出于南京某房地产开发公司的董事长Z某的艳照和视频,以此报复Z某至其染性病后又将她抛弃。 H称自己17岁就跟了Z某,Z某的性虐手段非常变态,不但教她吸毒,吸毒之后又吃伟哥,还叫另外的女孩子一同陪侍,甚至将她作为性贿赂工具送给合作的老板。 得知H染上性病后,Z某玩起了失踪,女孩过得人不像人,鬼不像鬼,痛苦不堪,所以将私密的视频和照片公知于众,希望大家能认清她的面目,让她名誉扫地。 对于南京艳照门仪式,当事人表示并不认识H,事发前曾遭到女孩的敲诈,此艳照门事件在南京地产界引起极大的风波,据了解Z某的房地产公司在南京目前已经开发了三个楼盘,此事件已经在网络上引发了极大的关注。 有网友爆料称,南京楼市艳照门男主人公是雨夜集团周旭周,H女可能是张玉涵,江苏卫视某热播综艺节目的嘉宾,因为清晨甜美的形象和不掩饰纯真的语言,在网络上人气非常高。